您看今天的嘉宾朋友遭遇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吧 各位请看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奋斗 刚开始我们挺甜蜜的 他是个挺体贴挺细致的人 生活上也挺照顾我的 可随着我们的相处 我发现他做事特别没有主见 凡事都要听从家里的安排 我觉得事情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啊 我只是比较尊重家里的意见而已 不仅如此 他妈妈还总是干涉着我们的感情生活 我觉得我像是被牵视一样 他就是想太多 我想得太敏感了 我妈妈这些全是最基本的关心 没想到就让他这么不满意 他还想让我跟他回老家 生活在父母眼皮子底下 我觉得他如果不能改掉妈宝的毛病 变得独立自主一点 我真的没办法和他再在一起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涛24岁来自北京是一名销售 女嘉宾小杨24岁来自新疆是一名文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你女朋友说你是个妈宝男 你认吗 我不太认可 不认 怎么就是妈宝男了呢 我是觉得他这个人 在生活当中特别没有主见 比如说 就说一些小事吧 我们俩就有一次 因为大学毕业以后 一直就是两个人自己租房子住 有一天呢 我们家里就电视机坏了 然后他在家 我在上班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就说 那你就找人修呗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就没有必要打电话 然后他呢 就先给我们那个房东打电话 然后又给他朋友打电话 后来又上网查资料 然后就众说风云 他自己就没拿点主意 然后直到我下班回来 这个电视还没修好 还是我打电话 找了一个维修工来 这事才算解决了 我觉得我上了一天班 挺累的了 回到家里面 还要为这点小事操心 就觉得如果以后 我们俩生活在一起 大事小事都得我来操心 那我岂不是得累死了 这个只能说明 他做事犹豫不决呀 并不能说明他没主见 是吧 当时没他说得那么夸张 因为我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电视突然间黑屏了嘛 我以为可能是他弄的 就跟他打一电话 我就问一下 他不知情 然后这个房子又是房东子 我怕就是 我要是自己修的话 小毛病 修成大毛病 就不太好了嘛 然后我就上网 找了一下那个资料 我也没弄好 这时候刚拿回来了 看我还没弄好 他就生气了 行 还有别的吗 就是我们俩刚毕业那会儿 基本上四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同学他们就已经找好 实习单位 到六月份的时候 大家都转正了 但是他就足足拖到八月份 才正式入职 为这事我就跟他吵过几次 他就跟我说 我投简历了呀 但是没有公司联系我呀 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 就是一个借口 其实他真正的想法 就是等着他家里 给他安排一个工作 当然等着他妈 给他找个工作 包括他现在上班的 那个公司也是 就是他妈托朋友的朋友 给他找的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当时大学刚毕业 我也特别迷茫 不知道往那边方面去发展 那个简历我确实投了 但是他们那公司 压力都特别大 我能拼张就是自由惯了 我比较喜欢一个 安逸的一个人 我不想就是吃那么多苦 你明白吗 不是 我觉得既然你都已经决定 跟我一起留在北京了 你就不能像我一样 如果我找不着工作 我都觉都睡不着 饭我都吃不下 不是我不愿意吃苦 是我不想那么大压力 你明白吗 每个人都能吃苦 每个人都要承担压力 每个人都去打拼 就别人都可以 就你不行吗 还有一次就是 我们两个同学吧 给他介绍了一份工作 那个工作就是 在一家公司做电话销售 要经常就是要跟客户 去打电话 沟通啊 可能要加班多一点 但是月薪一万多 我觉得这个 对于一个刚毕业的 大学生来讲 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但是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他妈打电话 问问他妈他去不去 然后他妈说 儿子这个工作挺累的 要不你别去了吧 他就真的没去 你还是太单纯了 哪有刚毕业的工作就一万多的呀 我跟我妈打电话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我妈妈 她说稍微这么久了 她肯定有她的经验嘛 对吧 我跟我妈打电话 就说了这个情况 我妈说孩子 你这刚毕业 你说工资一万多 说出去你自己信吗 然后我妈妈说 可能会加班 不是 怎么不信呢 别人都一个月 都能拿着一万多 你是吃不了那份苦 你这真见到别人 拿那个钱了吗 人家只能那么说 也就骗你过去 可是你去尝试了吗 你连吃都没有吃 你怎么知道 人家就拿不了这一万多呢 姑娘说的第一反应 可能我老了 我第一反应 我什么工作 一个月一万多接个电话 我真是第一反应 就是电话销售 然后就是跟客户打电话 销售什么呀 这得利润多大呀 就打一电话的销售 得一排销售 一个月一万多 没有 他们那个公司 是一个英语培训机构 就是跟家长啊 什么跟学员去沟通 这个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时候 你可以怀疑 但是后面你说得对了 要再了解嘛 对 这个都不重要 就这一件事 就跟妈妈商量一下 不算妈往南海了 还有她那个 上大学的时候 她妈送她来上学 然后就在学校附近 租了一个房子 陪读了她一个月 我真的觉得挺夸张的 我第一次出院门 来北京上大学 周边的环境我都不适应 我妈妈担心 没别人给骗到 把我送到北京之后呢 就在北京陪了我一个月 教我应该怎么样 跟外人打交道 就怎么样来生活 我觉得妈妈做的没有错呀 妈妈这个完全是关心我嘛 可能是因为 我们两家庭环境 就完全不太一样嘛 我父母从小就教育我 就是自己就是要学会独立 尤其是去大城市生活 肯定是要 第一就是要锻炼自己 学会自力更生 这个后来她不是也独立了吗 她妈不就住了一个月 就走了吗 她不是就跟你谈恋爱了吗 不是挺好吗 我觉得就她妈一些事 大事小事都得去干涉她 都得又关心地面面俱动 关心她也就算了 我们俩在一起之后 她妈把这种关心 更是转移到 我们俩身上了 有一次我看见 她跟一个女生发短信 就是聊天嘛 挺暧昧的 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生气 我就跟她为这事吵了一架 她妈知道这事以后 就给我打电话 就说 小杨啊 我们家小涛是开玩笑的 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你别跟她计较了呗 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平常 我们俩住在一起 她每天都要跟她妈 打电话视频 她的生活中 一点一滴的小事 她都要跟她妈汇报 包括她们家也是 她妈每天都要说 我们家小狗狗 今天怎么样了 你爸爸今天喝多久了 也要打电话 跟她汇报一下 然后 动不动我们俩 有一个什么情况 她妈就在电话里说 又没有我出马呀 什么事 她妈都要来插一点 我觉得 她妈又不懂 我们俩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是是 而且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她的错 她妈打电话过来 那个意思就是 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确实是你干的 不是 她总是先入为主地 以为是我搞暧昧 那是因为同事 重点不在于暧昧 重点在后来 凡事跟你妈汇报 那件事 其实我也没有跟我妈说 她自己气不过 发了一个朋友圈 让我妈看见了 我妈给她打电话 你当时也跟你妈说了呀 就是你妈 我跟我妈妈说 是因为我觉得 你情绪不稳定 想让我妈妈来哄一下你 毕竟咱们两个是年轻人 那我们两个事 因为感情吵架的话 就容易走极端 你哄不了她 让你妈哄 她平常就特别强势 就是我哄不了她 不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事 我们俩能不能自己解决呀 你妈懂我们两之间的感情吗 你妈懂吗 我妈能理解 我的天哪 这儿子真是养得好 行行行 这妈妈看来是离不开儿子 她妈就是 什么事都要管 第一次见面 又问我 你们家几个孩子呀 家里房子多大呀 父母都是干嘛的呀 父母收入有多少 我就觉得她妈挺势力的 但是她跟我说 我妈就是关心关心你 想多了解了解你 后来呢 到去年七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她还没找着工作 但我已经找着工作了 刚开始工作嘛 月薪也不会特别高 就四五千块钱 然后她妈来北京之后呢 就问我说 小杨 你公司多大呀 公司有多少员工啊 公司在几环呀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呀 然后我听了之后 我就如实说了呗 然后她妈就说 小杨 你这个工资 不行啊 要不然你这样吧 你跟小涛 一起回老家吧 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你别干了 后来她妈又跟我说 要不你去读个研究生吧 你读个研究生之后 以后你找工作 可能会比现在好一点 而且对你们俩 以后也有好处 我觉得就是 她妈嘴上说 对我俩有好处 可心里 其实就是觉得 自己的儿子是最优秀的 什么样的女孩 都配不上她儿子 我就应该学历比她高 家境比她好 什么都比她好 我觉得她妈对我的要求 比对她的要求就高 想多了吧 孩子 你不是老人吗 是想多了 还是你妈就看 我觉得她就是 平常特别的小阴影 我没有想多 天心计较 她妈跟我说这事的时候 真的就很认真 当时我妈来北京玩的时候 然后就咱们在一块吃饭 头一次见面 我妈就跟聊家常似的 问问你的家庭状况 关心你嘛 你觉得我妈特别势利 你这样说话特别伤人 你知道吗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妈只是关心你 你怎么和她顺利呢 我觉得就第一次见面 对吧 她妈妈问问我 家里情况很正常 可是没有必要问得 那么仔细的 有必要问到 我父母收入多少 我们家多大平米的房子 有必要问到这种程度吗 意思就是 如果你觉得 我们家条件不好 那就别跟你在一块了 害怕你以后 还怕你以后 跟我结婚了以后 就带了一个脱油瓶 我们家条件不好 就拖你一辈子 你妈就是这个意思 说白了 你既然能想那么远 那你为什么就能 就能理解我妈的 她的那种心情呢 关心我 她也会关心你吗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换作别人 她肯定不去关心啊 对 你妈关心我 我能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种关心 已经超过一个度了 真的挺不礼貌的 你能不能独立一点 不要以后 什么事情都依赖家里 什么事都让你妈 给你做主 能吗 如果在这样的话 我真挺累的 我不知道以后挺可怕的 大学毕业之后 我已经开始学着独立了 但是她每次还是就是特别地 像严格要求她 她自己一样来要求我 我再慢慢地改了已经 她还是觉得我不行她 她是对我不满意 我觉得她 我觉得她如果要改 最起码 首先要做的第一点 就是跟她妈妈说 不要总是什么事 都去替她拿主意 替她做主 我觉得她 我听到现在她妈 也没替她拿过什么主意 像她找工作这个事情吧 我一点都没有看到 她很积极地 去为自己的事操心 她就是等着她妈妈 给她安排一份工作 现在她的工作是她妈安排的 对 所以你看不上她这边 小伙子把工作辞了 重新自己去找一个工作 她自己根本就找不上工作 就算找一年两年 她也找不上一个工作 你当时喜欢她什么呀 你这么独立一个女生 其实她也有很好的地方 是什么好呢 她很勤快 然后我们俩住在一起的时候 就家里边的家务啊什么 她都会做很多 会做家务 对 而且她也很细心很贴心 还很听话吧 不能说听话 是挺听话的吧 听不听话吗 挺听话的吧 对嘛 在家听妈妈的话吗 不在家的时候 听女朋友的话吗 可是我觉得她现在也是 就听她妈妈的话比较多了 是不是说小片里面说什么 要离开北京回老家是吧 对 我们妈一直觉得 她在北京生活压力特别大 也不是已经看下在北京的一样 就是这个要听妈妈的话回家了是吧 其实我答应她了 我说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 你回不 我回啊 我就是说 你跟她一起回家 对啊 那你还说什么回家不得了吗 不是 不是的 咱们现在不走呢 现在 我现在就是我们俩还年轻 我觉得可以在北京先锻炼锻炼 过两年吧再回家 因为一回家 她妈也是就是房子给她买好 车给她备好 就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就是 没什么意思 就跟你妈说把房卖了把车卖了 姑娘同意给你裸婚是吧 不是 不是啊 不是 不是你叫什么劲呢 其实我就特别想到她跟我一块回家嘛 因为她在北京 她这么累的话 就每天你这么上班的话 在北京北漂 你拼得头破血流 过几年你不还带走吗 你这样还不是 现在直接跟我轻松一点回家呢 我觉得她什么事情都要她妈妈帮她去做 现在我们俩在北京她都要这样啊 那如果我跟她一起回老家的话 肯定什么事 就是等于说是跟她结个婚 还得附带一个婆婆呗 就什么事 她妈妈肯定都会来插一手 都会管着 你是不是觉得说 其实这个男人呢 也挺勤劳的 也挺听你话的 家庭条件也还可以 总体来说 这个男孩条件不错 就差一点 他要是特别有主见 能跟我一起闯 该多好 我们俩要闯出来了呢 就可以摆脱家庭 万一我们要闯不出来呢 背靠着他们家那棵大树 我们还可以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是这么想的吧 对 哎呀 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她要是那样也就不会那样了 所以老师们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先问一下小伙子 你觉得自己是马宝男吗 我觉得自己不是 只是听妈妈的意见多一点而已 嗯 你觉得不是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状态 才算是马宝男 就是每天跟妈妈念一块 什么事的话 必须得妈妈来做 但我并不是这样 姑娘 其实我们看问题 通常是要两面看的 你刚才也说了 她有很多优点 这也许是她和她妈妈 比较亲近 所带来的一些优点 比如说相对比较乖啊 比较本分啊 比较贴心啊 这是她的力 B就是你觉得 她不能够完全 和妈妈 情感精神上独立 完全和你那么接近 但是你有想到过没有 正是因为她这样的状态 才会给你现在一个情感上 安稳的感受 刚才你在台上说 爸爸妈妈都把这个房啊 车准备好了 我们根本没有自己表现的机会 你心里很清楚 因为她家里人给你们准备了 相对于来说安稳的生活 你才有底气说 咱俩闯去吧 你心底深处 其实是认可她的这个状态 那就不要在思想上 或者是语言上 再去纠结了 不要一面说 我要拥有这个男孩的温和 拥有他家庭的好条件 我不行 我又要独立 我不能依赖长辈 你要那么独立 你就去找个和你一样的人 你们俩一起独立奋斗去呗 家里金山银山我不看 你没选啊 说明你内心深处 还是渴望有这种 来自于父辈母辈 给你们带来的安全感 小伙子 你说你自己不是妈宝男 但是内心深处 其实我觉得你确实 是和你妈妈特别的近 这个呢 有好处 你可能会更多的 听从老人给我们的建议 因为毕竟父母 比我们精于多 但是过度听从于他们的建议 会让我们不独立 以后真正爸妈给了你机会 你站在那个平台上 也有可能摔下来 所以女朋友希望你独立起来 我觉得是应该的 还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姑娘说 不要和自己爱的男人 妈妈去争这个男人 那是那个女人 亲生的骨肉 你跟他争没有意义 因为那是生他 养他 爱他的人 供你们参考 谢谢 姑娘 我想听听你对他的评价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要你歌手 isko 就是你 我管你 我管你 你 Compart 我管你 你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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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他的家世 你有多爱他呢 你刚才分明说 你想要一个 强势一点的男人 而他不是啊 如果你真的是 一个心高气傲 就是喜欢一个 纯粹的男人的 本质的女人 你大概是可以 激起这个男人 对你的尊重 激起他那种 想要保护你的决心 激起他想要 成长的欲望 但你没有 勇猛的男人 的确有魅力 但你控制不了 而唯有他 你才可以掌控 目前你的最大竞争对手 是他的母亲 但在我看来 他的母亲 应该是你学习的目标 做得比他更好 你说呢 就这样吧 我想不要轻易地 给人贴标签啊 苏东坡和苏小妹的故事 其实早就告诉 我们这个原理了 别人在你眼中 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你在别人眼中 是依然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轻易地 去给他贴标签 你看今天给他 贴了一个标签 我看所有的老师行 对这个标签 都不是那么在意 能不能解决 要是在你手里 不在他那儿 有些男人啊 一辈子长不大 你要不想要 你就走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那几天 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小涛 其实 从咱们两个 上大学一直到毕业 我一直都挺感谢你 一直在我身边 陪我这么久 我以前也想过 以后肯定会跟你结婚 真的 想过很多次 也许我的性格也有问题 我也不知道你以后 能不能变成 变 就是变 稍微改变一点 如果说 这些问题会一直成为 我们俩之间的阻碍 那可能我们确实需要 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风风雨走过三年了 我早已经把你当成我的亲人 如果以后你还是那么强势的话 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很难相处下去了 嗯 谢谢两位请回啊 无善让心事流露 来 请关门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爱奇艺乐视视频 PPP巨历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这个抉择是有看头的 来 请开门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药保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 谢谢 请回 谢谢 哎呀 祝他们开心吧